药瀚新海中 滑浪新海中 堅持一種夢 你手中的温暖 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 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 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你为了遇见你 我专起刺激 我穿越风和雨 是为交出我的心 直到遇见你 我相信了命运 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我相信为你 我相信 茫茫人海中 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 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 我穿越风和雨 是为了遇见你 是为交出我的心 直到遇见你 我相信了命运 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小窝终于有一个美丽的女主人了 虽然现在还很简陋 但是你相信我 一定会变好的 我现在肯定是一个大花猫脸对吧 那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花猫 我去当洗手间 一经俩 中文字幕——YK 不是吧 就是这儿 别搞错了 唐唐给的地址不会错 你看 对的 我跟你说 一会儿啊 见了阿丽的时候 你态度好点 他这次受了打击 心情肯定不好 你听见没有 我骂他那是为他好 谁让他那么不受教 我知道你骂的是为了他好 可是这孩子呢 他脾气啊 跟你一样 太爱面子了 一会儿这样 咱们这次去了以后啊 先给他赔礼道个歉 这孩子一有面子 不就跟咱回家了吗 还得跟他道歉 我才不敢呢 好了 听起呗 往这儿 往这儿 二七在这儿 二十一 这儿 阿丽 爸 妈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妹妹给的地址 你这个臭小子 你换了地址也不告诉我们 这个傻丫头什么话都藏不住 你要没做什么亏心事 干吗要藏着 你干吗呀 阿丽啊 爸爸妈妈来看你了 之前啊 确实是我们误会你了 我们以为你是贪图享受 想住人家大别墅 所以才会去天外天工作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 你也是被他骗了 所以我跟你爸爸 特意来接你回家的 回家了啊 儿子 走了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好什么好 看看你这小脸瘦的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你吗 你从小就习惯了被人照顾 没有人照顾哪行啊 回家吧啊 你干什么呀 走走走 我又不是小孩 我能照顾自己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他翅膀长硬了 随他去吧 哎呀 这 这 阿丽啊 如果你还是因为爸妈误会你 这件事生气呢 爸妈给你道歉呢 你知道吗 我可没说给他道歉啊 是你说的 早就告诉你田在天 他不是好人叫你别跟他来往 你就是不听 你看 要不是因为他 你怎么可能搬出来着 我跟田在天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干吗老提他呀 就是啊 你怎么回事啊你 那个姓田的别让我遇见 我告诉你 我要遇见那个姓 阿丽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 你还没被姓田的骗够啊 妈您别说了 这次大哥的事情能解决 全靠田心 你们知道吗 你傻呀 她是田在天的女儿 她能背叛她老子向着咱们 爸 是田心把监控录像给程希姐了 所以哥才能找回清白 不信您去问程希姐 谁知道她什么目的 天心能吐我什么呀 她为了大哥跟他爸吵翻了 离开豪宅跟我住在这个小房子里 她能吐我什么您说 难怪不愿跟咱们回家 原来是为了跟她住在一起 干脆你也跟着一块姓田算了 好 阿丽啊 我觉得你们这样没明没分地住在一块 也不合适 对人家姑娘名声也不好 要不这样 你先搬回家 咱们从长计议咱们再商量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会一个人走的 要走我们一起回去 那才不可能 我们唐家不可能接受姓田的人 你们一天不接纳田心 我就一天不回去 你为了一个姓田的 居然连自己家人都不要了 田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是她的全部 我怎么可能丢下她一个人走呢 好 你有本事 有本事你永远别回来 哎哎哎哎 唐贯 你说你 你不知道你爸那脾气啊 你跟他降什么 好了好了 你爸的脾气就这样 气过了就没事了 一会儿我回去哄哄他 对了啊 下个礼拜天是你爸爸的生日 记得回来啊 你呀 唐贯 唐贯 对不起 害得你跟你爸又吵架了 我才该说对不起 你为了我哥跟你爸吵架了 我爸还这么误会你 你爸 对我爸的成见本来就很深 而且现在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没事 我会努力的 我相信只要我付出真心 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接受我 会看到我跟我爸是不同的 我会让他们接受我的 天心 谢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天心 我唐厉正中发誓 既然我把你从田家带出来 我就会永远地保护你 永远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小夕啊 你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你知不知道 这阵子你住在这儿 我们两个老的 有多开心哪 你现在说走就走 我该有多难过呀 我们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别走不行啊 是啊 是啊 好了好了 别难过了 你这么想吗 反正我们本来就打算 装修这个房子是不是 这会儿正好请装修队进来 等到咱们阿正 把小夕正式取进门以后呢 他就能看到我们精心 为他们布置的新房了 那多好 是不是 就是就是啊 到那个时候 你住进新房子 你可就是我们 正式的儿媳妇了 爸 妈 哪有这么快的事 你们把小夕都吓坏了 我们不说 不说了 那叔叔阿姨 我先上去收拾东西 去吧去吧 好 来 上去 来 去吧 你可太有办法了 我真怕你差点说漏嘴了 真好心 幸亏唐正的事情 及时地告一段落 唐官 不行 咱们赶紧 去找程家人 咱们问清楚 咱们得问清楚 小夕的身世 我刚才要不怕吓着她 我肯定早告诉她了 我就不想让她走呢 你先别那么着急 这件事情不是都有点儿眉目了吗 我想啊 要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跟小夕正式地相认了 只是 到时候 恐怕咱们家政 就要归换给程家了 就要归换给程家了 我不管啊 只要能找回女儿 我什么都能接受 我什么都能接受 可是倒是你呀 我看你呀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省得骂 我来 别扔 别扔了 我想留着呢 这留着干吗 这是我平时买日用品的收据啊 这些啊 都是我跟你共同生活的 点点滴滴和痕迹 你看这张啊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你和你爷爷斗气 你呀 没事就和我一起去逛超市 你说你要发泄情绪 买了一大堆巧克力 这么多呀 然后你一下子就把它吃完了 你讨厌啊 你看看看 你看 还有这张 是牙刷和毛巾 你那时候一直说 不想占用我们家的东西 所以坚持要自己买 我就在想啊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会跟我不分泥沫 会用我给你买的牙刷 会擦我给你买的毛巾 小夕 其实这些东西啊 留在我身边 我就会感觉到 你还跟我在一起 你还住在我家里呀 将来等你正式住进我家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单子 把你买过的所有东西 一模一样再买一遍 再也不分你的我的 你呀 有罪华氏 游嘴华氏 这 这什么 我 还说没有违禁品 这肯定是违禁品啊 哎 一定有问题 不然给我看啊 我 别笑我啊 好 我寒心海中 堅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 我好长重 你一直都保留着我们之间的 点点滴滴啊 我们有那么多的美好 我可是一丁点 我都不舍得把它弄掉 可爱 为了值得去努力 为你 我和你 那 如果有一天 我像韩剧中的女主角那样 不幸失去了记忆 你就可以拿这本剪贴布 来帮我恢复记忆了 这个是我的 这个呢是你的 放在我心中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 我穿越风和雨 是为交出我的心 直到遇见你 我相信了命运 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不知怎么了 一想到你刚说的 会像韩剧里面的那些女主角那样 失去记忆 然后忘记我们之间的一切 我就难过得不行 你真笨 我就是打个比方 打比方 打比方 你懂不懂啊 打比方啊 打比方啊 怎么懂 什么 跟唐家人在一起吃饭 这儿子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跟姓唐的一家人 坐在一张桌上吃饭 简直就是自降格调 我不去 你 妈 我告诉你 唐唐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就是说将来你们肯定会跟唐家人 在一个桌上吃饭 弄不好还会成为亲家 我坚决不同意 我们程家是什么地位 他们唐家呢 简直就是哺乳流嘛 妈 这话像是从一个出身高贵的人的嘴里 说出来的吗 爸妈 你们先要认清一个事实 我是真心喜欢唐唐的 好啊 如果你们不肯出面去吃这顿饭的话 那我就叫爷爷 我叫爷爷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了 好了 就这么定了 这顿饭我们吃了 你 去呀 你听我说呀 我 你怎么动手呢 你听我说呀 我 回屋 回屋 走走走 好了好了 进屋 谁 谁让你自贵总装答应他的 谁让你答应他爷爷爷 来来来来 你可真是的 你谁让他 坐 咱近的不说 往远的说 自从爸当年 狠心吃掉唐家的股份开始 那个时候 咱们两家就注定结下了深仇大恨 万一那天 那一天真相大白了 咱们两家还不打跟你死我活的 到时候不天下大乱了 我要的就是天下大乱 我的意思是说 光靠我们两个单方面的反对 也未必能阻止超群跟唐唐啊 咱们两个跟唐家 好好地吃一顿饭 给足他们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啊 彻底死了巴上超群这条心 也对呀 老虎不发威 还以为我们夫妻是病猫呢 就是就是 是 那么多远 帮佛然后再会那么来 我们两者表现了 那我们夫妇 你都会没有 在白天 你却再过来 你耶 你不懂了 曾先生 我们听说小夕是你的养女 那您知不知道 她的爸妈怎么就不在了呢 还有 为什么只留下了一条项链呢 怪了 唐家夫妻问家传项链的事 做什么呢 曾先生 曾先生 我刚才是想说 你还想说 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 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妈 你怎么才来呢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晚饭我是已经吃过了 我来呢 就是想让我这些朋友们 来帮忙鉴定一下 看看这棵死命缠着 我宝贝儿子不放的路边杂草 它有没有资格 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来 大家认识一下 这位就是想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唐小姐 我还以为你们家超群 有了多么漂亮高贵的女朋友呢 原来是这么上不得台面的 林家小女孩啊 唐小姐 请问你平时是习惯去欧洲 还是去美国购物啊 最差也得去香港吧 我怎么不记得今年哪个大品牌 出过这个款式的衣服啊 哎呀 她那副耳环一看就是仿的 小妹妹 A伙可是很没品味的呀 人家带什么关点什么事啊 妈 你这次太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我还不是为你好 妈 您就少说两句吧 伯父伯母都在 我们别失礼了 伯母 你能不能够叫你朋友讲话 方尊重一点 哎呀 我差点问问这位唐先生 这位就是唐小姐的哥哥 前不久啊 因为接受供货厂商特别招待 被我爸扫地出门了 这件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 唐正是被冤枉了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陪钱货 就他们唐家这种家风 休想让我把你嫁过去 给他们做媳妇 我先搞定你哥的事情 再来收拾你 小夕啊 你妈说得对 这种家庭真的不配和你交往 阿姨还认识几个 不错的年轻人 介绍给你好不好 够了 你们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也不高翻 走 你一直以为你们上流社会 有品位 档次高 我看连小市民都不如 他们就是小市 我这家两个真有品位 让你们一家人说一句了 你先和布母回去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 走了 还嫌没气饱啊 你们又没有说错什么 可不是嘛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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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慢点 你等等我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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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慢点啊 你看 魏陀 其实我当然也是为你好 我是真心喜欢她的 我要继续和她交往下去 我还会娶她 儿子 这是到时候你们休想做我的主婚人 我就算把青铁给起干也不给你们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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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你 出了什么馊主意 你看儿子都给我气跑了 没关系的 他能去哪儿 不就那几个地方吗 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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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再说嘛 回家 回家 什么事儿啊 这叫 那你 气死我了 我屁 我今天呢 总算是开了眼界了 知道什么是事态炎梁 我唐冠中再这么不济 我也不会选这种人当庆庆 没错 什么素质啊 简直是 叔叔 阿姨 实在是抱歉 我妈她平时就是这样的 并不是针对二位 爸 您消消气 消消气 我都快烧起来了 别跟他们计较 总之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了 大家都还没吃 不如我去下一点面过来 我去帮你 气都气饱了 还吃什么 过来 过来 爸 明天赶紧去给我辞职 还有 马上跟她承抄群分手 妈 你不要这样了 不关抄群的事啊 阿姨 爹 我哥她真的是爱堂团的 爸 妈 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会和超群分手的 我这辈子就认定她了 你们说什么都没用 反正就堂了 你就傻吧你 你知不知道这恶婆婆 比任何小三都可怕 再强的小三都有击退的时候 可这恶婆婆 她是你丈夫的妈 她永远都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你要是嫁过去 你过不了一天太平日子 你知不知道啊你 你妈说得对 结婚不光是男女双方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这里面的道理 你问承熙她最明白了 要不然她当初为什么会放弃 那个承 承什么 承超群 承超群 而选择了你哥呢 就是啊 你问问她 爸 妈 你们就让堂堂自己选择吗 这件事你别管啊 我告诉你 我把话说在前头 要是以后你让我知道 你跟那个承超群 再有什么来往 我告诉你 我得到一次打一次 没错 我坚决同意你爸的意见 分手就对了 爸 妈 你们简直太不可理喻了 反正你们说什么 我就是不分 反正我不会跟她分手的 你 你 唐德 怎么跟唐丽一个样子 什么孩子啊 都是你惯的 爸妈 我想想想 不是你生的呀 就是你惯的 我 唐德 我什么时候惯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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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你看看 没有一个伤心的 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我不管 唐德 唐德 妈妈不是故意的 我不要你管 唐德 好了 你先出去我来陪她 你下个礼拜就要比赛了 要抓紧练习 唐德交给我 好吧 那 她交给你了 放心了 去吧 好 好 好啦 来擦擦啊 你再这样哭下去 变成小花猫 我哥就不要你了 程希姐 连你也取消我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别哭了 不行 我得给超群打个电话 问人他之后怎么样了 就知道你担心他了 超群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他不会真的不要活了吧 不会的 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 放心好了 我从小呢 是跟我哥一起长大的 所以他的脾气 我是最了解的 他肯定还在生我爸妈的气 你让他冷静一下就好了啊 你洗完了啊 唐官 你说今天的事弄成这样 唐唐那事没搞定 程希的事也没问明白 别紧张 我觉得这里面有天意 你想 怎么会那么巧 就让我们发现了那条项链 天意啊 对啊 对对对 这样 咱们明天就去找程庐山 直接问个清楚算了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 你说呢 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去 好 来 怎么样 好酒啊 好酒好酒 副总 人让你破费了 咱们兄弟 谁跟谁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的就是你的 来 喝酒 干了啊 副总 来 我们两个 这么多年交情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尽管说 这说起来啊 我还真有点事 想向你打听打听 我一定知无不言哪 你说 你还记得 我们揭发唐正那次 我爸爸当初说过 就算是他的亲生儿子 也不能忤逆威胁他吗 这件事我怎么能忘呢 当时总裁 这话一出口 全家都炸锅了 还把承熙气跑了 那 关于诚实的死 你可知道什么内情啊 你问我 那就是问对人了 没有比我更了解 这件事情的人了 快说来听听 要说起这件事情啊 那可是件 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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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走 孩子 方君 十二 十二 你去把承英夫妇给我叫来 你该不是 让他们两个来抚养孩子吧 副总 你是不是现在才知道 承熙是咱们总裁的亲孙女啊 奇怪了 按田总的说法 唐正才是承熙的小孩 那承熙的家传项链 又怎么会在承熙身上 唐冠中一直在追问项链的事 该不是当年剑红把孩子抱错了吗 承熙其实是唐家的女儿啊 哎 傅总 我说 你怎么了 剑红啊 我有一件事情 可能需要你的大力帮忙啊 你说咱们现在就开门见山的去找成都山夫妻 问他们小夕的身世 是 好吧 可是不这样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算了 就这样吧 唐先生 曾副总 这个 家里面就你们两个人在吗 怎么了 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事吗 我是想来说说 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天晚上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说的 昨天晚上我老婆的态度真是有点抱歉 不过我今天来倒不是为了抄群和堂堂的事 昨天在饭桌上 你们两位好像对承熙的项链特别在意 难道那条项链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好 老实跟你说吧 我们本来是有一个女儿 可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失踪了 在她失踪的时候 她身上就戴了一条 跟承熙一模一样的项链 因此 我们不禁怀疑 承熙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女儿 原来是这样 其实当年我爸爸的手下确实捡回来过一个女婴 这个女婴身上就戴着承熙身上的那条项链 对 真的 那么说承熙就是我们的女儿了 你们先听我把话说完 那个女婴 那个女婴 那个女婴抱回来没多久 就无故猝死了 啊 当时呢我阿姨是伤心不已啊 就又从娘家抱回了一个女婴 这个后来手养的女婴啊 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承熙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她怎么会死呢 她怎么会死呢 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她怎么会死 醒醒 醒醒 我对你们的遭遇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同情 我也知道 你们一时肯定很难接受 亲生女儿已经夭折的事实 这样吧 为了了却你们的心愿 我就冒着被我爸爸骂的风险 带你们去个地方 我们的孩子 醒醒 醒醒 是我们对不起你 你那么想我就离开了人 我对不起你 你这么想 不是 不是我们对不起 是我们对不起 啊 啊 我们对不起 好了好了 起来吧 怎么样啊 没骗你们吧 这人死啊 不能复生 你们还是 节哀顺变吧 好 看清楚了没有 这是等你和城市在一起的那对夫妇吗 看清楚了 就是他们 一点没错 你说 之前我看到他们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你确定 确定 就是 坏了坏了坏了 这 这这这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 我 我怎么把承熙当作总裁的辛苦肉了呢 不行 不行 我得跟他说去 千万不能去 你说你跟了我爸爸这么多年 还不了解他的脾气吗 你做错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一发火 立马就把你给开除了 可 可那这这这 那那那我怎么办呢这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保证 就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好吧 今后 你有什么吩咐 我一定照办就是 那就好 有了你这句话 那就行了 奇怪 我爱 赵俊今天没安排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怎么会 一个早上都不见他人啊 方秘书 好 一起吃饭吧 是啊 对面商场餐厅 午餐半价 一起去尝一尝 我还是不去了 你们自己多吃点 你是不是约了总经理吃饭啊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拜拜 拜拜 不是了 我他 不是了 谢谢大家 我 哭了 笑你不怎么了 你很过分 昨天晚上一直都不接我电话 今天上午又见不着人 我以为你是故意躲着我 什么都不要我了呢 那天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现在我已经替你讨回公告了 你把天在天每天的一举一动 都向我汇报 我是你在外面跟狐狸进鬼混 有了死生死了还是什么 这个宋伟娘 限量吧 诚信并不是你诚实舅舅的害脏 我要你到我原家 跪在万家乡的招牌下面认错 如果小夕不是我的表辈 我会真的对她放手 唐大勺的死跟我爸有关 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 我相信爱是月空最美的烟火 纵然我们都曾哭过 闹过痛过 舍不得放开闭散双手 我相信爱会对象所有的承诺 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眼泪是所掌也是快乐 别怀疑爱情自有甜蜜 选择 作曲 李宗盛